喂! 這次是我們最後一次用Sony的系統 蛤? 其實我們是想拍攝器的 然後設定了卡 然後設定好所有東西之後 他們已經收拾完了 我們還要大一個 但是Focus好像很厲害 原來可以一邊移一邊拍 有什麼可以做 好像是 你夠了 Eric很冷 11度 可以了 現在就不夠了 還有你 這些是否要一邊慢慢進去 Hello 不知道收音如何 應該是Testing 你知不知道拍片最重要的嗎? 最重要是做準性 那我們有什麼準備 所以我已經準備了 今天這些是做準 在鏡頭面前的 不是 因為昨天才發稿來 所以我今早才可以準備 知不知道如何檢查 你現在有沒有武漢肺炎? 知不知道 你上街跑了30分鐘 如果你又出了汗 就沒事了 蛤? 對 因為如果你跑了30分鐘 都沒有汗 那就沒有汗 沒有汗 沒有汗的肺炎 沒有汗 哈哈哈哈 好好笑 我們現在去一個醫務中心 那裡 好像說有很多群 昨天打電話給我說 那裡有一層 整層都是流感的 那裡是超級 不可以 不出汗就沒有 不出汗就沒有肺炎 不出汗就有肺炎 但是我們會中流感 麻煩你 麻煩你 但其實我們不是去Sony 我們又下去了 我們不記得按鈕 按鈕 按鈕 按錯了嗎? 對呀!剛才關掉了 你在拍我嗎? 對呀! 我看你這麼帥 這樣錯了 對呀! 鏡頭對著外面 很多人看見這些 好! 我返回螢幕給你 可以嗎? 可以嗎? 我幫你拿個四分三左右 不可以嗎? 不可以嗎? 這個我會給你一個效果 在這裡 好夢幻 可以嗎? 3 4 5 6 8 8 10 1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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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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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的牙齒如何? 先看看 看完XY,昨年你的牙齒有點難搞 是不是吃了很多甜食? 吃了肥的食物? 真的要教你塗牙齒 這個小時候已經學了 向下刷 最重要是刷裡面,因為牙齒比較嚴重 我看到牙齒有兩隻藍色 藍色?我先看 你過來,你先做檢查 你摺不到 不玩了 不知道 那兩隻叫藍牙 我可以做過 我可以做到 嘩 我看你做了 就像是很難看 我看你做了 我看你做了 看你做了 所以是做了 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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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位置是不錯的 這邊吧 可以 這邊你拿過 拿過這裡 稍後走到這邊 不要弄一隻手 還好 還好 放進去 放進去 等一下,我們放進去 我覺得剛才放進去 我覺得最漂亮 因為我看到三十九一轉 OK 我們做訪問,很多時候會用iPad 記下訪問的內容 其實iPad真的會有用 我會寫下他們回答什麼 以及每條問題都問了沒有 然後跟進去 都會方便很多 我們已經拍完訪問 在收拾東西 話說我們今天的訪問 下午還有一個訪問 是不同人的,但在同一層 這是整定的效果 我們現在出發 去下一個訪問地點 我們要坐很久的車 不是,要拖很久的車 要拖很久的車 對 我們要 走很遠的路 才可以去到我們的 下午的拍攝地點 對 咦,我們已經到了 我們下午的拍攝地點了 現在的關係我們已經高了 和我同一層 所有人都是我們的客 對 對 我想問問你們 在醫生拍攝後 會消毒嗎? 要怎樣消毒 我有支酒精 可以借給你們噴 即是噴的? 噴的 好啊,可以借酒精 我們噴完消毒 先進來 麻煩你 好,不要緊 我也明白 我也明白的 謝謝 這樣噴就可以了 對 為了噴就可以了 好 麻煩你 那我可以放進來 然後去吃飯了 對 謝謝你 拜拜 拜拜 我好像在後製那邊 幫你加兩個心 交給你噴噴噴噴 我還沒回家 對啊,不可能還要走 哈哈 就好 你看,窗窗最重要 好 psychopath 撈住 不要按了 不要按 這是診所來的吗 轉轉 就一圈 這個 這是什麼形式 請問 其實那支東西不是 壓粗器體 也是沒有用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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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可以了 好啊 我們已經燒了毒了 謝謝 我們上一間房子 好 完成了一天的拍攝了 Eric要用的 我們遭遇到一個很不尊重的 遭遇 被人罵了一段 無辜地 分享嗎 沒有分享 超無禮貌 超無禮貌的一個 他也是這樣 嘟 好 待會再分享 好必要生氣 YO 我們回來了 都不是剛剛回來了 因為其實已經是兩天前的事 然後我現在才回來這裡拍攝 其實那天我們回到來之後 上幾天就說在升降機那裡 說了一些很不幸的遭遇 究竟是什麼呢 話說其實我們上午在同一層裡面 拍完另一段影片 接著我們就過去下午拍片的單位 那裡 我們問他 喂我們下午都在這裡拍攝 我們可不可以放下一些東西去吃飯 然後我們上回來設置 接著OK的 接著OK的 接著被我們放了進去 我們推的車仔 滾了進房間 那之前呢 其實他問我們有沒有消毒 那樣 他說你想我們怎樣消毒 然後他給他知道酒精 我們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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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了什麼事呢? 她第一句衝出來就說 你不能放下東西在這裡 你不能放下東西在這裡 然後我就很奇怪了 我問她就是我們問過那個 reception 姐姐 然後reception 姐姐說問過 其他人是可以放下我們放下了 但是我們在門口就被人衝出來罵 你不能放下東西在這裡 然後我就問她 是不是我們叫開門強硬放進去呢? 如果叫開門強硬放進去 那當然是我們不對 但是又不是喔 OK 她又沒話好說 然後她就問我 你們為什麼沒有消毒呢? 然後我說 我有了片子 其實我們有了消毒的 然後她說 你們沒有帶消毒的嗎? 為什麼用我們的酒精消毒呢? 然後她說 我們有帶我們的消毒喔 然後我們問你想我們怎樣消毒的時候 你就給了你診所的酒精我們去噴 我們就跟著噴 我們跟指示做的嘛 那我就很奇怪了 然後她就說 我們診所的酒精很緊絕的啦 我開始明白了 原來其實就是現在口罩緊絕啦 酒精緊絕啦 令到一個人精神緊張 然後噴噴這個崩潰的邊緣 所以她就慢點在這裡 這樣我們了 問題就是我覺得 我又不想怪她 她應該是受了一些壓力啦 搞到自己崩潰了 所以不斷出來 我們 但是 如果你真的那麼緊絕 那位姐姐如果真的那麼緊絕 或者你真的那麼緊張的話呢 我就勸她 因為 她是那裡的一位營養師來的 那如果你真的那麼 害怕呢? 那我勸她 不如她在家旁邊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這個是我建議給她啦 那如果你出來 是不是叫就診呢? 我不知道啦 就是出來見人的話 那其實我覺得都要尊重一下人的 就是你問她有沒有消毒感 有消毒感 告訴她有的就OK了 那就不需要 不知情的情況 是我們的 OK 那所以 Anyway 那這件事其實過了 膽氣都過了 但是 我覺得 現在的情況最重要都是 身體健康啦 是不是? 另外就是 溝通啦 就是我覺得 我們拍攝之前 我們溝通得很好 那拍攝中間我們溝通得很好 但是 去到有另一個人出來 那其實我覺得我的手足 或者 那些中間人 或者我的 我拍攝都處理得好好的 那所以 都多謝大家啦 那 Eric 有沒有話說? 沒有 Eric 都沒有話說了 即是那天他都 他都 他都按住我了 哈哈哈 有我 算不算 有的 是啊 他都算有按住我了 所以 OK的 那 所以呢 如果想看更多我們producer house 日常究竟在做什麼 還有有什麼奇怪的遭遇的話 那記得訂閱我們頻道啦 還有Like我們的Facebook啦 哈哈 但是我們頻道沒有Facebook 我自己有Facebook page Anyway 呃 訂閱我們的頻道啦 分享我們的短片啦 是嗎? 因為在吃飯 但是不要幫我買飯 哈哈哈 還有 那麼少拿不當啊 BYE BYE BYE